他暗示事实上是台湾和乌克兰一样 和乌克兰一样在挑起危机 试图吸引外界的支持 这是普丁的讲法 我觉得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 他把台湾跟乌克兰完全类比 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我今天因为乌克兰问题 俄罗斯会出手 可是台湾问题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就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也会逼着中国大陆会出手 来看到美国大选刚落幕 两场在南美洲的全球领袖峰会 就要接力登场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并渴望跟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举行最后一次拜席会 那选后当然就是要准备 面对这个川普2.0的华府了 那其实拜席两人呢 去年在出席旧金山iPad峰会的时候 虽然因为当时有这个间谍气球的事件 关系是比较有疏离感的 但会后其实中美从政治 从军事到经济各方面的沟通管道 是有陆续恢复的正面效果 所以下周的秘鲁拜席会 有外媒就定调 可能会像是向拜登总统告别的老友告别会 我以为你这边怎么预测这个拜席会最终章的调性 其实拜登对中国大陆的策略是非常清楚 就是我一边打你 攻击你 一边又握手 好 那不能说是什么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但是的确是这样 结果我对你的打压 经贸上的打压 在你周遭的军事演习结合 北约的国家 还有日本啊 南韩啊 菲律宾啊 在中国大陆周遭演习 是不断不断在演习 越来越密集 对 经贸上对中国大陆也是打压越重 比川普那个时候还更重 那其实你说中国大陆 我跟你讲三岁小孩都看得懂吗 你一边打我一边给我握手 那北京其实坦白讲对拜登 已经没有存什么太大希望 因为你看常常都是拜登 自己要求跟习近平视讯 或通电话 有很 也大多数的 美国的高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也是美国提出要求 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还是接受呢 还是要通话 还是要接受他的访问呢 他认为啊 在冲突 扩大冲突也不好了 大家都不好 大陆坦白讲就几乎无奈了 对美国基本上没有 没有很大的奢望 因为这个毕竟是 共和党跟民主党 的看法都很接近 说实话 那现在你拜登都已经 选输了嘛 你马上就要卸认了 而且呢 拜登这次成为 民主党的过街老鼠 这个佩洛西已经第一个 出来发难攻击了 就认为说 哈利斯会选输选得这么惨 你拜登要负最大责任 哈利斯只有100天可以选举 你拜登早就应该下来了 对不对 你已经行动不方便 说话颠山倒是 结果你还这样搞 所以拜登在民主党未来来讲 毫无影响力 不像有些美国总统下来以后 他还有他的影响力 比如像欧巴马 甚至克林顿 我跟你讲 拜登是完全 他就是 未来就是只有 被人家责备了更多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中国大陆对拜登来讲 大家就是行李如鱼 大家就要见面就见个面 不见总比 见总比不见好 但是我认为 中国大陆对拜登 这个马上就要下去 这样政治联务 没有任何的期盼 好 应该北京这边 不会对拜登总统 有一些太多的琢磨 就是把场面的事情 走完就好 那如果拜登下川普上 会是2025年开始 全球政局的一大转变 那中国大陆近日接连表达了 期盼美中稳定发展的立场 那个党媒人民日报 这边也强调了 这个必须持续地推动中美关系 稳下去 好起来 向前走 那习近平主席 除了向川普当选总统后 送了他的这个八字真言 就是何则两利 斗则俱伤 其实这八字真言 就已经很明确表达了态度 那想问一下 大使这边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说川普这是第二次了 当总统 他招数都差不多 他就是要搞 要搞关税 要美国利益优先 那可是我觉得这一次 他的这个战线铺的太长了 他不是针对中国大陆 针对欧盟 针对这个 这个墨西哥 针对日本 针对韩国 他都有攻击过 都认为这些国家是对不起美国的 那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他居然说我们偷了他的晶片 还要缴保护费 还要缴保护费 所以他事实上的话 他是这个好 这个好 不是火力旺盛 他是炮火乱射 他是一个 怎么讲呢 他的措辞也像是一个 就是一个 Lose Cannon 就是说 这个口出狂言 他做不做得到的问题 那他在外交上讲了那么多 内政上 哇 那个工作又更了不起 他要怎么样 他要把这个 所有的非法移民 都要赶出美国 历史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遣返 然后还要怎么样 还要 还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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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可是眼前的事情 你看看 俄乌战争他搞得定吗 俄乌战争就搞不定 第二个呢 以巴冲突搞得定吗 也搞不定 这两个 他就搞不定 第三个 我觉得他要把 这个好 美国的非法移民 赶出美国 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呢 他什么时候抽出手来 真正来对付 这个不管在贸易上 对付欧盟也好 对付中国也好 对付这个日本也好 我觉得 他没有这么多的力量 那所以就在这个 这个他这种炮火 像这个 360度角度的时候 必须炮 到乱打的时候 最好的策略就是 必时急需 让他 先找他 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把自己太推 太这个突出来 那我觉得习近平 这个对 对这个 对这个 对这个川普的 这个贺词里面 自软中待应 他有第一句就讲 是什么 要相互尊重 也就是说 你不尊重我 我也不见得尊重你 所以就采取了一个 不会很软的态度 然后呢 也有些劝说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在这种时候 对付川普 有两个做法 一个就是说 你不要去怎么样 把他所有的这个 注意力都引到你身上来 可是第二点呢 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又不能太弱 因为川普这种性格 就是百分之百的怎么样 就是柿子兼软的吃 你谁好吃的话 因为他现在目标太多了 他一口咬一个硬的 他一定放丢下来 他去吃个软的柿子 所以呢 又不能软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需要很多的怎么样 很多的这个 智慧 还有经验 那第一个 跟美国人打交道 绝对不能软 那距离 距离 要抗争 不是力争 距离抗争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如果说 不能尊重的话 那也要怎么样 那也要反击 那也就是说 其实 川普在这次竞选中里面 可以说 把全世界都骂进去了 全世界都骂进去了 没有一个国家 对得起美国 对不对 我们在蔡英文 买了他180亿美金 还要说我们 180亿美金的这个武器 对他渔去 让他这个渔去以求 把我们台积电都抢走了 他还说 我们偷他的晶片 还要说 我们要花 我们的自己 10%的GDP 来搞军费 这样强销武器 有这样搞法的吗 你越软 他最后就把你 你就看过去 哪一个政府 对美国最软 就是蔡英文政府 最软的最后 就被他怎么样 咬得更凶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是要用智慧 也要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软硬兼施才行 如果只有一味的软的话 就跟现在 怎么讲呢 台积电抢走了 还不说 二奈米也要到美国去 那你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就是得寸进尺 了解 好 确实跟这个 美国政府打交道 也要很多的智慧 这边想请教一下 庄教授 怎么看现在川普 2.0 整个班师回潮了 未来美中 两强影响下 台湾产生的影响 包含我们刚刚说 蔡政府 到现在的赖政府 我们该用 怎么样的态度来面 是的 根据网路 大数据业者的分析 川普当选之后 就两岸的网路 羽群做了整理 发现了 竟然两边 都是正面情绪居多 那大家觉得非常压抑 照理来讲 应该两样情 应该互相矛盾 那台湾这边 正面程序居多的原因 就是说 川普第一任期内 对中国到采用 封锁政策围堵 然后有很多强硬措施 所以有部分台湾的 网友想象说 万一不幸 台海爆发冲突 川普应该会 理论上 比较容易挺台湾 比较安心 可是大陆那边 为什么会给它 正面情绪呢 进一步分析 有三个可能 第一个因为 川普平常口无遮攔 表情丰富 自己动作很多 相较于 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拘谨 严肃 不要巴骨 而且这个 讲话很小心 谨小慎为来讲 川普不要有戏 不要有娱乐价值 不要有梗 有笑点 所以大家觉得说 这个带来欢乐也不错 看个乐这样 对 第二个呢 所以川普有个昵称 叫懂王 什么都懂的国王 就是自以为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事实上经常搞笑 第二个呢 大陆网民对川普 有一个川建国的 另外一种昵称 所以川建国就是协助 新中国建设的一个 建国同志 川普同志 那因为川普在任内 对中国的封锁 还有这个 很多这个抵制行为 不友善的这个政策 让部分中国 我们认为 这个可以协助 中国的产业 获得转换的机会 升级的机会 就要比一个青春期的 这个蓝海 变成一个大人 就是登滚 转鼓 那当然又有另外的讲法 就是说 川普是回来乱美国的 如果川普战争之后 回去把美国搞乱 所以对中国也有帮助 所以呢 就是有要川建国的一个称号 不过回到现实面 美中对抗 是不可逆的潮流 也是必然的潮流 今天回到2020 如果不是拜登当选 又是川普当选 一样美中对抗 2024 如果贺锡进当选 一样美中对抗 甚至我们在场任何一个人当选 一样是美中对抗 所以呢 就看谁的底气够 谁的友邦多 基本上你国力越强 友邦越多了 那一方就有可能获胜 虽然说台面下的对抗 但表面上的风度还是要有 在川普当选之后 俄罗斯总统普丁 他也发来了荷报 恭喜川普 并表示呢 已经随时做好准备 跟川普讲开对话 但普丁也重申 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盟友 中俄的关系是稳固的 并暗指中国无意在台海议题上 发动攻击 反而是台湾像乌克兰一样 不断地在挑起危机 那普丁跟北京这么铁的关系 又大力支持中国对台湾的立场 想听一看金大使这边你的解读 我觉得普丁这句话 这一次这个讲话 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的 这个含量非常的重 我们要非常的重视 当然这就他是11月7号 两天前在黑海的度假圣地 索契 正要举行的一个瓦尔代论坛 他这个论坛上面 他公开讲的这些话 那除了就是说他也恭贺 恭喜了一下那个拜登 川普 那么另外他提了很多台湾的问题 提到很多台湾的问题 他说这个 他讲 他说台湾周边有很多动静 那么大家都表示 而且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 那么行动 却刚刚好相反 正在不断的挑衅 让情势走向升级 这是他对台海的情况 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描述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重视他的讲话 第二个 他不认为 他说他不认为大陆会在台海进行攻击 那么他暗示 事实上是台湾 这个和乌克兰一样 和乌克兰一样 在挑起危机 试图吸引外界的支持 这是普丁的讲法 这我们要非常 我觉得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 他把台湾跟乌克兰完全类比 对 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 我今天 因为乌克兰问题 我俄罗斯会出手 可是台湾问题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就变成第二个乌克兰 也会逼着中国大陆会出手 那他认为会出手的原因 他不认为是大陆 因为他一开始 他说大陆不会采取一个攻击 他说 他的暗示是台湾 和乌克兰一样 正在挑起危机 试图吸引外界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普丁这个讲法 第一个 他站在 他要告诉 这个美国 尤其告诉川普 中国大陆的事就是我的事 同样的我的事 中国大陆也是很在乎的 所以他已经把他自己跟中国大陆 在跟美国展开 可能立刻展开 他把跟中国大陆完全绑在一起 立场完全一样 而且呢 他讲这句这些话 也是在警告美国 那么 这个台海的问题 事实上跟乌克兰问题很近似 你如果 要在台海继续这样子推动的话 那就下一个乌克兰 那就是乌克兰的历史重演 又要让你美国 折损一个总统 那个总统就叫 就叫拜登 好 想问一下张军那边 帮我们简单补充一下 所以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这句话 你觉得不是维言耸听 我认为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兵凶占围 那我认为 因为中国大陆就在我们边边 我们不要尽量去挑衅 我认为要有一个互动 你有在互动的状况之下 就能够避免误判 那你如果是没有互动的状况之下 随时都有误判的可能 擦枪走火 那怎么会一发不可收拾 谁都抹不下脸 这个战端一起 我们讲的子弹飞出 没有收回来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普廷讲的这话 当然它是个政治的一个客套话 客套话 它是讲给中国大陆好听 但是我们现在看 这也是个警语 因为它毕竟才第三方 从第三方的视角来讲这个话 毕竟它的客观度 还有它的评估的逻辑 是有它的依规的 那我认为在这方面 我们要很谨慎 现在川普的当选 受到冲击最大的 还包括谁 中国大陆 所以大陆现在跟各个区域的 合作关系要变得更加重要 尤其是谁 我们来看到是中南半岛 最近谁去了 缅甸的领导人敏昂来 他在政论之后 首次访问中国大陆 他说他要什么 共同打击整个网路垫片 好 大陆总理李昌也跟他见面了 李昌有说 他支持整个缅甸的政治和解 跟2025年的选举计划 问题是这时候过去 这个缅甸要求的 只是表面上这样的一个关系吗 深层来看 BBC怎么讲的 为什么这次北京当时没见他 因为基本上北京对他 对于这个反抗势力 感到相当的失望 为了恢复缅中的双边贸易 中国要干预 以防整个军事政权的垮台 好 我想先跟大使一起来看了 这一次这个敏昂来过去 到底他谈的是什么 绝对应该不是表面上说 什么搞这个诈欺 他是不是其实基本上 也是另有所求 基本上就是说 他这次不是到北京 也不是双边关系之下去到北京 我想在目前情况下 北京也不会让他去的 他去是参加一个区域会议 而且地点是在昆明 这是一个多边的会议之下 因为各国的元首去 然后中国大陆是李强去 所以他可能见不到习近平 所以这次是一个中缅泰老挖 越南柬埔寨的一个 所谓的大美公和的次区 这个合作 经济合作的一个 组织下面的第八次会议 敏昂来 我想他是很想去北京的 可是北京不会让他去的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的话 这个军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 以及在他的内政上 都是很有争议的 那这个去年 今年八月的时候 这个王毅去了一趟 这个缅甸 那个时候很多国 很多势力缅甸内部的势力 包括这个翁山苏姬 这些民主党派人 都对中国大陆比较失望 觉得中国大陆 为什么跟军政府走在一起 那很多国家都在这个时候 都要保持一个 很强的一个战略定律 那为什么这个王毅去 最基本上 中国大陆现在跟缅甸关系 从大陆最关键就是电炸集团 电炸集团对中国大陆来讲 已经是一个必须要处理的问题了 那电炸集团除了这些 三不管的这个中缅边界的 这些独立势力 还有缅甸军方的后面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中国大陆多次叫缅甸军方 来处理这些电炸集团 造成中国这些中煞阶层老年人 还有这些弱势族群 这个上百亿上千亿的 有人说上千亿人民币的损失 这是很大的社会问题 那军政府没有好好处理 而涉入其中 那中国大陆就自己动手了 这个国感同盟军 就把这个最重要国感的四大家族 电大集团骗诈骗中国平民老百姓 数百亿甚至上千亿人民币的这个集团 彻底瓦解了 这个四大家族白首成为主 通通解送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跟你缅甸的战略关系重要 可是你这个电大集团不处理 我就自己所动手了 那可是这个过程中 事实上的话 这个整个的边疆的 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军 就越让越大 包括这些太多了 我跟你讲 克清独立军 德昂民族军 克伦叛军 还有弹邦 有红弹邦 有北弹军 有南弹军 通通做大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缅甸军政府就压力很大 他过去他不当一回事 就造成事情的做大 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说 还有在弹邦的 这个 妙瓦底这个城 还是个大电炸集团 还是没解决 所以这个电炸问题 中国大陆是下了决心 要缅甸 要解决 所以就亲自出手了 所以我觉得敏昂来 他必须要给大陆一个交代 如果他不能够去解决 这个电炸集团的话 那么中国大陆 对缅甸事务 他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 那这个对敏昂来的 这个目前 渐渐思绪的一个 缅甸内部的情势来讲 会是一个变数 所以缅甸来是有求于中国 中国大陆 对他还是相当相当的 审慎在处理当中 好的确 这是他过去中国大陆 这个最关键原因 那当然延续大使的话题 这次去 他是参加了像这样的一个区域的 经济合作峰会 那主要来看到 这湄公和五国当中 其实这五个国家 也都是东协的成员国 包括谁 柬埔寨 辽国 缅甸 泰国 越南 所谓的东协现在到底支持谁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政治态度 新加坡智库做的最新统计了 最新出来的这个支持率选择 50.5%选择了中国 49.5%倾向了美国 这是2020年以来 中国首度超越美国 我想先问一下基文哥 看得出来现在东协民众也在选边站 但他们似乎选择的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 其实向来东协的老百姓很聪明 或者东协的这些相关国家很聪明 他们对中和对美 只是态度 他是会在不同的领域有非常弹性的做法 比如过去几十年来 在经济靠中 这是没有问题 特别发展到目前 那这个东协国家已经变成中国大陆 全世界第一大贸易的伙伴 这个贸易量最大 另外这些东协相关国家 第一大的贸易国 都是中国大陆 因此双方在经贸这个部分 非常非常的活络 而且很多国家 像是越南这个水果 还有这个泰国一些农产品等等 那都非常仰赖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此外 这几年 这种有关基建这个部分 中国大陆更是 这个掌握很多的成果 比如中老铁路 哇 这个让老国 这个人民发现 哇 这个中老铁路效益真的是蛮好 那另外亚万高铁 让印尼老百姓 其实整个开了眼界 因此他们认为 这个现在高铁不够 未来还要延伸 是不是中国大陆能继续帮你修建 试想全世界这种 作为基建狂谋的中国大陆 如果东西的国家 想要大力搞基建 在这个铁公路 在相关的港口 机场 要举出很好的成果 而且最重要 要有效率完成 那非要靠中国大陆不可 否则就像越南 搞了高铁 结果跟日本签约 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动工 这个是很挫折的一件事 因此 在基茂还有基建 整个绵密的相关发展之下 自然而然 这个东协的相关国家的老百姓 对于中方的态度 就大为改善 另外 像去年 打到现在的以哈冲突 我认为也是让美国 在整个威信 就东协国家来讲 那大量退色 尤其是在以哈冲突里面 这种绝对的双标 无视于人道的危机 特别对于马来西亚 印尼这种穆斯林国家 它非常非常反感 严实 那既有中方的影响 也有美国这种 在国际事务都不公平 对于相关老百姓 产生这种负面影响 我认为 这个是多重原因 所造成的 好 那当然另一个层面 关注到就是它的原物料 因为基本上 缅甸是现在世界 第三大的稀土生产国家 问题是在最近 尤其是11月初 这个武装势力 基本上已经夺取了 他们很重要的 前三大稀土产地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尚志哥 另一个层面来看 稀土很重要 它是电动车的 最关键的原物料 所以对中国 接下来的供应链的影响性 你怎么来做观察 现在确实占领之后 影响了11月份的 这个稀土的部分的价格 因为现在基本上 大概缅甸的出口 全部都停止了 所以这就使得 什么意思呢 使得中国变成很独霸 所以中国的供应商 现在都抬高价钱 但其实这样子 我们虽然说缅甸 缅甸虽然是第三大 可能大家概念 但第三大真的是 不可能跟中国比 中国第一大 而且中国主要都知道 在内蒙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 另外江西跟广东 四川还有包括山东 都是冶链的地方 那缅甸是这样子 缅甸它出的部分 因为缅甸没有办法做金链 所以它大概就是矿 稍微初步的冶链之后 叫做金矿的出口 这里头有一部分就是出口 有一部分就是到广东 那个地方去再做金链 所以这个部分都停了 但是而且现在 缅甸的部分影响性 我认为是有点限制 因为缅甸它主要出口 是稀土当中的 中重稀土离子矿 它还是矿 那你刚刚提到了 电动车需要的那种永磁 这种比较重要的 这个提炼出来的元素 缅甸这个地方 其实做不到的 但是无论如何 作为现在稀土来讲 绝大部分都在中国 都知道中国大陆 在2024年今年的6月 中国大陆已经出了一个 国家的稀土管理条例 除了对于稀土管制 对于稀土的冶炼技术 是绝对不出口的 全世界现在澳洲 很多地方都有矿 但是大家没有更厉害的 冶炼技术都在中国 所以像中国在控管 本来是希望说缅甸这里头 有一些东西可以露出去 但是缅甸这一半 现在被占领 就像占领了之后 哇 现在就断掉了 使得中国现在在稀土 今年年末到明年初 恐怕来讲还是要看中国脸色 好的 所以这是在稀土之争当中 看得出来现阶段来说 东协国家跟中国大陆 还是有绵密的关系